我现在在克拉根福 克拉根福之旅开始咯 这个是这个城市的创始人哦 克恩顿州是奥地利最南面的一个州 相传克拉根福早先是一块沼泽地 人们在杀死了沼泽地里的怪龙之后 才建造了这座城市 你看这栋楼挺有意思的啊 你看中间的窗户是凸出来的 它这种凸出来的就是说 比如说楼下有站着谁 他不知道 我们就要通过凸出来的女人往下看一下 克恩顿州老城还保有欧洲早期建筑风格的特点 走在路上有一种时光交错的感觉 你看到没有 克拉根福的中国的一个好城市 就是南宁 南宁 哦哦就是这一家啦 当然一定要尝尝老城的冰淇淋 这里的人真的是很爱冰淇淋啊 好推荐过和巧克力的味道 因为真的很清凉啊 这家酒店就在曾经举办过铁人三项的沃特湖附近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房费包含一张实用的旅游卡 就如果住店他会给你一张这个卡 那比如说你到这个周围去或者是干嘛的话 还有折扣 在奥地利几乎所有的湖水都是饮用水的水质 包括我们要去环游的沃特湖 这边生活的鸭子感觉都特别幸福 我们是在克拉根福的这一站是十点开船 我们来奥地利的时间呢正好是九月 冬季的沃特湖在结冰期是没有游船活动的 冬天来这边的话可能又有冬天的玩法 比如说像滑雪就是雪上的一些项目吧 所以说不同的季节来 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这种开启的方式 我们现在已经下船了 现在我们就要去皮拉米登峰咯 就在我眼前 皮拉米登峰呢是世界上最高的木制眺望塔 而且也是一个欧洲最高的封闭式的滑道 它是全天候防御的skybox 最高的这个观光平台是位于70.6米 我选择走上去 因为我可能不选择滑下来 主要的作用其实最早还是观景嘛 我就想说走一走可能看到的那个景不一样 登高望远前面这一片就是沃特湖 这边的景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蓝茨克隆古堡据说早在九世纪便有人居住了 和别的古堡不一样的是 这里可以接触到很多珍贵的鸟情 比如猫头鹰 猎鹰 荼鹰等等 而且还能看到它们的精彩表演 但是每次来看到的表演都很随机哦 也有可能表演到一半 它们就飞走不飞回来了 因为这里其实是一座飞禽疗养院 一些受伤的野生飞禽会被送到这里康复 好了之后就会被放回大自然 我在这边看飞禽秀 然后就变身阿拉伯人 大家以后来的时候要注意防晒 然后隔壁这个也是 大家都包成 包成了个粽子 因为我们中国人这么讲气 看我们的 对 老外他们觉得越黑越漂亮 在奥地利克恩顿州 骑行是这里人们最喜欢的出行方式了 这台自行车号码 我们现在是三个小时的 它最低也只有三个小时起 这些就是自行车配件 比如说有安全帽 安全椅 或者是一些什么防风的面罩 手套之类的 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价格 看你自己需求吧 然后我是觉得需要一个安全帽 那我现在呢 就戴好这个帽子 虽然有点难看 但是安全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总算是知道 为什么他们这边的人这么喜欢骑车了 因为真的太好奇了吧 环境又好 然后又有很多这种自行车道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有趣的玩法 来这里玩的选择还有很多种 可以去米尔什塔特湖的 星星露台眺望城市 可以去石榴石博物馆 了解一下这里特有的红宝石 还可以去圣保罗修道院 据说第一部首抄圣经就出自这里 最老的一本书呢 现在已经有五百多岁了 去骑士餐厅感受一下中世纪的晚宴是什么样子的 厨子一上线 去巧克力工厂 百年老子后最好的伴手礼 这边的巧克力真的是很好吃 当然一定要去的就是霍赫奥斯特维茨古堡 它是奥地利最著名的中世纪古堡之一了 也是迪斯尼灰姑娘城堡创作灵感来源的城堡 嗨 你好 这一个呢就是当时建造城堡的那位城堡 所以论州最高的一个骑士 两米二米 所以他在众骑士当中就显得特别突兀 这一套那个服装是现在城堡主的堡牢所穿过的服饰 这么浪漫的地方 这么唯美的城堡 希望在这里我也能和灰姑娘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白马王子 地球是圆的 总有一天我们会相遇